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和大家分享 你的话语决定孩子的人生 有篇文章说到 有个男孩出生时就没有四肢 童年便接受过许多的手术 但因着家人与老师的帮助下 他靠着电动轮椅去求学 克服了许多行动上的不便 一路完成学业教育 而他之所以能够在 如此不容易的先天条件下 还能乐观积极地活下去 这背后有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故事回到他出生的那一天 一个全家期盼 已久的孩子终于诞生了 但是孩子出生后 大家都呆住了 医生怕产妇受不了打击 匆匆忙忙地剪断期待 包起来交给护士 送到了保温箱 之后的那一个月 医院每天把婴儿抱给产妇 喂奶时 只有这位母亲 见不到他的孩子 所有医疗人员都在思量 该怎么延缓 这个悲剧见面的时刻 一个月过去终于 瞒不下去了 医生 护士 和家人都做了最坏的打算 想着这位可怜的母亲 看到他的孩子时 会尖叫着晕倒 想他会转身离开 想他会痛哭失声 但意外的是 当他终于见到了那个 没有双背 也没有双腿的孩子时 他竟然笑着说 好可爱啊 原来后来男孩 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 先天的缺陷 都是因着他母亲 这一句正面 积极的话语所创造的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曾 因着父母的一句话 而大大的影响了 你的生命呢 故事中的那位男孩的母亲 看见他那天生残缺的孩子 不但没有露出失望 悲伤的表情 反而是开心 正面地说 好可爱 而也正是 因着这句话 让那位男孩知道 他是被爱的 他的人生是有希望的 可见话语真的是太重要了 他会影响人的一生 他带着能力的 他会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 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人口中的话语 就如同船里头的舵 舵如同方向盘 可以决定船行使的方向 也就是说 话语会决定 我们的人生 是向上还是向下 是祝福还是咒诅 而另外 也有一句话说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 必保得美福 由此可见 话语好像种子 当你说出来的时候 就会在你心里 巴牙生长 他们开始会生根长大 然后结出果子来 亲爱的朋友 你也渴望你的孩子 你的人生 充满祝福吗 那就开始 练习说祝福的话吧 因为你的话语 充满了力量 如果你希望 你的孩子成功 就别一直对他 说负面的话 如果你希望自己 出类拔萃 就别用失败的话语 向自己说话 今天上帝要来鼓励你 让你愿意改变 自己说话的方式 开始对自己 对身边的人 说出良善祝福的话 你将会看见 环境要开始改变 上帝的恩典 将要照着你所宣告的 成就在你的生活中 你也必定会成为 上帝祝福的管道 儿女是耶和华 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 搜寻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 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ZGO制播 环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 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